帶您看我們的獨家報導 臺北市文山區一間牛排館 在今年二月居然有民眾來踹門泄恨 原來呢 就是因為這名王姓男子 當時為了幫小孩借廁所 結果店家因為疫情期間不外借 他非常的生氣 先罵店員 甚至還出腳 把玻璃門給踹壞了 店家管不住他的情緒 只好請警方來處理了 事後也對這名男子提出毀損 告訴我 男子走進店裡開口就說要借廁所 原來是因為他的女兒內籍 沒地方上 借不到好生氣 對著店員飆罵不雅自演 甚至連他的老婆都下車理論 情緒當場失控 怒揣店家玻璃門 在場的人全看傻眼 男子當下借不到廁所 以為買一瓶可樂就可以上 沒想到店員還是向他表示不能外借 他一氣之下居然把玻璃瓶向門外砸 他可能請假把那個可樂瓶砸碎 結果可樂瓶沒有碎 叫把它搬到路邊的那個 跟紅燈的體質 結果那個體質也是很舒服 整體事情就發生在今年二月 北市文山區的一間牛排館 明明店家門口就已經張貼化妝室不外借 但這名王姓男子還是不罷休 堅持一定要借到 老闆真的好無奈提告回損 店家因為疫情考量 占不開放廁所外借 電動門被踢壞了 維修費花了三萬多元 只能說王姓男子的EQ控管 恐怕還得多多加強 記者陳嘉明全聽入台北財富報道